臺灣解嚴 主席我們請院長跟馮部長 請林院長跟洪部長 洪委員好 院長好 那馮部長我們就先不等他囉 院長 臺灣解嚴將近30年 我們如果從96年總統民選來算的話 其實我們臺灣的民主走了20年的時間 終於在今年我們看到了國民黨以外 有一個執政黨他可以同時去掌握行政跟立法權 當然我覺得這最大的意義在於說 我們期待很久這幾十年我們所期待的這轉型正義的工程 可以順利的一個進行 從228的事件到白色恐怖 然後到現在的這個歷史教育以及不當當產 那以及就是原住民的這個土地正義 這些轉型正義我們都在進行當中 但是我認為呢還有一塊其實是遺漏的 那就是我一直長期來講的就是軍院的案件 我相信之前我也跟院長這邊說明過這樣的一個事情 那我相信這種軍中他不當的一個處遇的案件 其實這些不當的一個案件的一個真相的追查 以及拼犯是轉型正義的最後一塊拼圖 但是他也有他的困難度存在 那首先我就先跟院長來舉一個陳情的一個案例 這是68年的張太參的案件 那我先大概說明一下 他非常的簡單 今天一個長官他下令請小斌他去清理拔場 那結果發生他意外了被榴彈打到而死亡 那首先我先問一下院長 你認為說這樣的狀況算不算因公死亡 來部長請 我如果說是就這個來看應該是因公 就你這樣講 那你覺得說這樣算不算意外死亡 如果有其他的原因可以選的話 就是因為他是執行公務嘛 所以 應該是因公 對對對 好那院長你的想法應該跟我們差不多 不過在當時的一個情況底下 因為這個案件發生在68年 這個軍事檢察官一開始他的一個說明是寫說 他精神失常自殺 那這個案件他那時候判定為意外死亡 但是這個過程一波好幾折 他經過了三次的驗屍 每一次的驗屍的報告結論都不一樣 最後最後拍板定案的是因病死亡 這個結果我相信他讓所有的人應該都會覺得非常的納悶 當然家屬也不可能接受 那我想請院長或部長 就你們的經驗 你覺得這樣的一個 就是最後的這個判定的一個關鍵 會變成因病死亡的最重要的一個因素 關鍵因素在哪裡 我實在很難想像會有什麼理由 假設 如果這個是 您剛剛講前面那個是事實的話 那不應該會有這樣一個結果 好 當然我們也覺得這個非常的離譜 但是其實軍中我相信封部長都知道 軍中都是採電做法 所以今天如果是意外死亡或是因公死亡 在過去我們一定會檢討原因嗎 那長官一定會被檢討 那通常為了不影響長官他的未來的發展 通常我們會讓小兵去急犧牲 在過去的那個年代的狀況底下 因為過去軍中非常的封閉 好 所以過去常常有這樣的案例 他就是用小兵 把他的這個案件把它掩蓋下來 去犧牲小兵 然後去讓這個長官他能夠有一個好的發展 好 所以我想問一下院長 就這樣的案件 您來看 如果是你們的角度來看 你們覺得這樣有一個公報嗎 這個部分如果有市政的話 我們應該要去讓他這個事實要能夠呈現出來 好 那我在講 其實過去的這種人家所謂的軍中的一個冤案 其實最主要的問題就是 軍中過去在處理事情的時候過於隨便 太過於便宜行事 所以連人民這種非常重要的事情 其實都用很離譜的理由帶過去 也不管他合不合理 那其實像之前如果有關注 我們一直在協助的 像是李明星的案件 黃國章的案件 就是黃媽媽 那這兩個案件其實都是後來軍院會 他有重啟調查的 好 那再來還有一個案件 就是67年蘇順天的一個案件 好 這個部分我就來說明一下 那時候軍方他認定說 這個當事人 他是拿M16的步槍 然後朝自己的腹部開了兩槍自殺 那這個狀況底下呢 這個家屬他要去認識 但是在認識之前 軍方要他簽的同意書 才要讓他簽 就是才去讓他去認識 好 最後這個家屬 他沒有辦法接受這樣的結果 所以這個軍方呢 就寄了兩萬塊 到他的這個戶籍的這個郵局去 那也不管說家屬到底有沒有去領 那這軍方的責任就結束了 那這軍方的責任就結束了 部長我請問您一下喔 您有沒有使用過M16的步槍 我個人沒有過 因為我是空軍 那您知不知道M16的步槍長什麼樣子 知道 好那您覺得說這樣的一個可能性有多高 拿M16的步槍朝自己的腹部開兩槍 有可能性但不是那么容易 因为其实我去查过M16步枪 它非常的长 所以其实要拿M16步枪来自杀 我觉得这几率非常的低 但是这个案件当时候就是这样草草的结束了 好这我刚刚讲的可能都是二三十年 甚至三四十年的案件 那到近期两千年 有一个台中的一个女上士叫张新云的命案 她一个也是非常的离奇 然后她是塑胶套去套在她的头上 那她双手也被捆绑起来 那胶带去把她的嘴巴封起来 然后她这样去自杀 自杀 跳楼自杀 那最后这个案子也不了了之 那更多的是在军中她失踪或是落海失踪 那最后的一个结案都是自杀 或者是逃亡通气 那我自己在想 如果是我 我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结果 那院长跟部长 如果这是你们的亲人 你们有办法接受这样子军方给你的一个结果吗 我想这个都是不应该有的 我相信任何的家属都不会接受 都不会接受 好 但是在过去戒严时期 其实这种事情见怪不怪 因为那时候的人命是不值钱的 而且你出来抗议也不会有人理你 好 所以等到了现在我们的法制比较进步一点 那居方也比较愿意比较用开放的态度来面对这样的问题的时候 我们遇到两大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这些证据可能二三十年三四十年了 她的证据可能已经灭失了 已经找不到可以证明她们的一个证据 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她已经超过了这个法律追溯的期限 不管是刑事民事或者是国陪都一样 她都已经超过了这个实现 已经超过了法律能够协助这些家属的一个状况的底下 好 所以现在的法律已经没有办法协助这些家属 来找到一条出路 那我想问我们院长 在这样的状况下 如果我们很多的家属继续来澄清 继续来请我们政府来协助 我们有没有其他的路可以给这些家属来走 跟衡委员特别说明 我觉得第一个这个事情 政府应该有义务要给他们协助 那么第二个就是我觉得这个事情的重点 第一个在要恢复事实的真相 那么第二个重点就是应该给他们 如果事实的真相 确实是他们当时的一些 是跟当时的所做的说明程度是不一样的 而且是让他们的死亡是不明不白的话了 那应该要有根据事实上还是要有一些适当的补偿 好那我非常感谢我们院长愿意给我这样的一个回复 然后因为现在我跟顾力雄委员也正在炒拟这个军中可疑事件调查及赔偿条例的草案 那我们希望为这些家属找到一条可以解决问题的一个道路 但是因为我也说过 这所有的资源跟所有的资料都在行政部门 所以我们必须要有行政部门的一个协助 我们才有办法顺利的继续走下去 所以今天在这边我再把这个案子提出来 我是希望能够争取我们院长跟部长的一个认同 这样的一个理念 我们大家一起来为这样的一个历史的事件来找解套 所以这是我的第一个 我希望部长跟院长我们后续能够支持的一个法案 好那再来呢我要来询问的就是 上礼拜其实大家讨论很多的就是我们台中的清泉钢机场 清泉钢机场 其实蔡英文总统已经有指示交通部 要评估清泉钢机场升级的这个事情 好那清泉钢机场目前它的国际以及两岸的一个航线 已经有36个航点 那它的旅运呢也从99年的128万人次 到去年呢已经成长到234万人次 那这几年来其实它是稳定的成长当中 那以及其实蔡总统她的新南向政策 一定会为这个清泉钢机场来提升它未来的一个运量 不过呢因为清泉钢机场是居民两用的机场 好那所以它会有一些限制 那现在呢我这边了解清泉钢升级有两大的一个问题 那第一个问题呢是国防部呢 没有依照原来的一个规划去开放现有跑道以西的区域 来作为这个机场设施的用地 那第二个问题呢是民航的一个腹地不足 所以现在呢缺乏了快速的滑行跑道 那缺行大型的机瓶 缺乏了这个过夜的机瓶 那机瓶的一个数量不足 以及这个航下容量不足等问题 那这些问题呢我们必须中央来协助 那现在交通部等单位呢必须跟国防部 来协商这个用地 以及扩正这个就是硬体的一个设施 那我不知道国防部长您针对这样子之前 我们小英总统他对于这件升级案件 您有没有做过这样初步的评估 如果这是我们蔡英文总统的一个目标政策 我们国防部可以怎么样来协助 报告委员我们在民国94年了 已经跟民航局要把这个做国际机场的地 就是他的正西边505公顷 已经同意民航局来取用 正如您刚刚所讲的 因为民航局没有更进一步的做 因此他的滑行道跟跑道没有完成 但是呢这个地区我们已经开放 准备交通部来接受的时候 让军民两用这个国际机场很快就可以实现 好那今天部长你有说 你们这样的一个态度 你们会去开放 就是这个线有跑道以西的这个区域 那你们应该也会全力的来配合 就是中央的一个政策 这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吧 我们还有支持 好那再来我就是要跟院长请教 因为我想台中国际机场 它是不是能够成功发展的一个关键 当然还是在交通 那包含了跟市区的接驳 高铁或者是国道之间的一些联系 这些都是需要中央协助的 这靠着这个地方政府我想应该是做不到 那过去呢其实我们都说 其实政府的一个区域的发展是不太均衡的 通常呢是重北侵南 但是都忘了台中 所以借着这个机会呢 我也想要跟院长来做一个请命 我希望说我们新政府上台之后 能够给台中多一些的支持 有一些重大的一个建设 我希望就是我们院长 以及蔡总统 能够支持台中的一个发展 好那接下来我还有一点时间 我想要就是来说 其实冯部长你前几天 应该也有探视过这个蔡信的一个女少校的这个事件 也有去致意 女少校 对女少校 你有去致意 好那其实这一阵子以来 从大概四月份一直到现在 其实几乎每一周都有发生 我们的这个军官同仁 自杀的一个案件 那从过去2000年到现在 这个统计的数字 有419位 他是自杀计岁的一个案件 大概是一个营的一个兵力了 好那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件 我相信国防部应该有做过初步的检讨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说 其实我们现在的国军的原额 我们看下一张 我们现在原额的数字 从82年到现在 我们大概减少了一半 但是我们的业务量 并没有同步的减少 所以其实很多人会觉得说 他业务上面的压力很大 而且以前很多大专兵 现在没有 所以很多人他必须带兵 又要做业务 所以他压力承受不住 好那很多人就选择 他想要离开 但是又离开不了 我之前有开过一个 就是军官的一个 就是退场的一个机制的一个公厅会 那很多人反映说 他想要退 但是他也没有办法赔钱退场 那所以呢 他只能选择几个方式 一个就是生病 然后另外一个是 他留下五点 让军中把他退役 那当然另外一个 就是最近很不幸的 很多人用解决 就是用这个 结束自己的生命来解决问题 所以呢 我想要问部长的是说 你们对于军官 他们的一个退场机制 你们有没有做其他一个放宽的一个考虑 这个在我们规定里面 也就是说你入营 有个规定 就是说你受完训之后 军官是要六年 事官要四年 这个时间呢 并不太长 当然 这个中间你如果想退场的话 我们也有机制 让他能够 就是说荣誉地走出去 什么样的机制呢 就是说你提出申请 我实在因为外界的这个诱因 或者喜欢到外面去 比较 空中间的军官 就是说你 那自己的风格 就是说我 为什么 我得 provide 我希望 我希望 你怎么在 我希望 我我希望 我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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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不能 我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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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請王定宇委員質詢 尋答時間15分鐘 謝謝主席 麻煩院長